星期天10月23日 中共20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中午12点左右 随着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出现在记者的面前 中国下一届权力核心也逐渐浮出水面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出场顺序为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滬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从2012年接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 在中共党内独烂大权 掌权10年之后 习近平打破惯例 进入第三个五年的任期 不难想象现年69岁的习近平想要终身执政 中国第二号领导人 市场化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倡导者李克强 则被排除在新一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之外 《华盛顿邮报》指出 习近平打破数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规范 标志着他十年巩固权力的巅峰 以及中国共产党不确定性的新篇章的开启 习近平这次打破传统迈入第三个任期 其他六常委全是习近平的拥护者 中国官媒在周末也发表文章对选择过程进行了描述 文章说 这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 文章明确说 新上任的官员必须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与习近平保持一致 七常委排名第二出厂的李强 可能在明年的春季全国两会上 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国新一届的总理 可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封城两个多月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 这很有可能会毁掉李强的政治生涯 当时居民被关在家中 或者是条件恶劣的隔离中心 难以取得食物 他们很多人都和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对抗 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李强在居民区视察时 还遭到了情绪激动的居民的当面指责 而且高官因为疫情被免职 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么为什么李强能够逆袭成功呢 当您知道他的身世背景后 估计可能就明白了 李强曾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后来就读于一所技术学校的农业机械化专业 并且在1984年 他成为了共青团浙江省瑞安县委书记 之后被调入浙江省民政厅 负责农村工作 1992年他成为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 并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任职于浙江境内的多个地区 2004年他成为浙江省委秘书长 而当时习近平任省委书记 李强在遇到习近平这位伯乐之后 开始了他的披荆斩棘之旅 事业上可以说是飞黄腾达 2012年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仅仅两个月之后 就任命李强为浙江省省长 三年多之后的2016年 李强被调往江苏省任省委书记 仅仅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2017年李强转任上海市委书记 并于当年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于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李强从未有过在中央任职的经历 而且1959年出生的他 今年已经63岁 五年之后他就是68岁了 由于年龄的关系 他很可能只会任职一届总理 除了年龄入职常委的速度 李强的上位还有一点让人感到惊讶 虽然李强与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跨国公司高管 以及其他中国商业领袖紧密合作 但是他没有在北京工作过 没有在国务院和国务院下设的 数十个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经验 缺乏权力基础和领导国务院经验 意味着李强将非常依赖习近平 以及其他更有经验的习近平亲信的支持 李强将成为第一个从省或直下市 直接上任总理而没有任何中央工作经验的官员 除了周恩来之外 第一个没有担任过副总理的总理 李强还将成为华国锋下台之后 第一位权力基础不再独立于总书记的总理 因为他的权力恰恰来自于党的最高领导人 有学者表示 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员来看 他们全部都来自习近平派系 习近平的行为就像是一位 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领导人 由李强而不是胡春华出任总理 恰恰体现出习近平对任命权的绝对控制 关于李强的上位 如果我们乐观来看 可以说他将为市场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如果我们悲观来看 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 也就是政治忠诚的重要性 要远远高于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 随着习近平身边的忠臣越来越多 中国政府的自我纠正能力 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或者说消亡 纽约时报评价二十大闭幕时便写道 习近平以一系列胜利成果 开启了他威权统治的新阶段 让政治理念较为温和的高层官员退休 留下并且引入更多在外交和军事上 宣扬习近平强硬政策的官员 习近平在今后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权力巅峰 而中国政府的执政策的新阶段 而是写政策的新阶段 没有另外写政策的新阶段 但是这次请就是写政策的新阶段 那帮助设备